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因抑郁症 上调自杀身亡 但两年后 张子言遗书公开 张子言遗书记录起 被经纪人及公司 强迫提供一百余次信服务的事实 信服务对象 包括演艺界 金融业 媒体界人人士等31人 张子言案 虽然在韩国引起轰动 最终却已无嫌疑解案 只有经纪人 及公司老板金成勋 因殴打张子言背叛四个月 和一年有期徒刑 十年间 张子言案件 已经连续延期三次 但遗书上 记录的31人 依然逍遥法外 最近因胜利事件 李美叔也被遗世 张子言自杀的幕后推手 张子言自杀真相成谜 申请张子言案 延长调查的青瓦台 请愿民众达到64万 由于胜利事件 金学义事件 张子言案件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听取法务部部长和行政安全部部长相关报告后下达指示 要求警方和检方高层彻查真相 3月19日 韩国法务部长官朴相姬承认在张子言案件和金学义信招待事件中 检方和警方在调查中确实存在不诚实或隐瞒事件真相的情况 同时宣布张子言案延长2月 韩国政治高层出动 这一次 张子言案能有转机吗